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镜家阿米的阿米秀 根据我们背后的数据能够看到 其实至少在eBay上面收藏品的 不管是买家还是卖家 它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比如说他们对藏品的类别都是非常有爱的 我们可以说是用爱发电 所以它的用户的年性其实非常高的 他们可能都是会每个月甚至每个星期 都在eBay上面去淘一些卡片进行交易 他们之间的交流也会非常的深入 刚才你也提到eBay从最开始建立这个平台 可能就是以这种二手商品起家的 这也是我们现在也非常重视的一个品类 我们最近这几年收藏品也是我们eBay全球的 我们叫做Focus Category 就是重点关注品类 在这个上面eBay也是利用了我们大量用户的数据 去进行挖掘分析 然后开发出了非常多的一些革命性的产品吧 来帮助这些买家卖家更好的去从这种海量的收藏品中 去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关键词是革命性的新东西 啥东西啊 我对这种新东西最感兴趣了 太多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价格指南功能 就是在站点上面叫做Price Guide 就是你可以看到你喜欢的东西或者是你想要出售的东西 在市场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趋势 那这个因为我们是有大数据作为依托的 所以它是非常的精准和有效 所以不会是茫然摸向 对 因为收藏品可能这个价格就是没办法去做一个 起伏可能会比较大 对 OK 这是很重要点 起码是价格是合理的 区间浮动 对 说这个呢 还有像我们有这个叫做Scanning Tool 就是叫做扫卡上架功能 那以前传统电商上面 我们想要上架一个商品 可能需要卖家自己去填写很多很多的数据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卡片 它是哪一年生产的等等 那现在呢就非常的简单 只要你有一个手机打开 去扫一下这个卡片的正备面 马上就可以识别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卡片 然后帮助你去填写这些信息 可以非常快速的上线 那这样呢也能让你目标的那些客群的买家 很快的就去找到它 所以Ebay做了很多的功课 对 对于商家来说 你只要去做一些相对来说 比较简易的这个工作 就可以完成这个整一个零云经营 还有就是我们买家可能会比较关注 这些卡片的评级 还有它的真实性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会推出Ebay AG 就是Authenticity Guarantee 就是会帮助我们卖家进行一个非常顺滑的 这个认证的操作 是使用了我们的就是partner 就是PSA这个认证机构 保证这个高价值的卡片拿到买家的手里的时候 是一个有权威认证的 这个太重要了 作为一个喜欢收藏品人说 最噩梦的事情 我花了很多时间精力 收买的产品 结果是厌品 对 这简直是噩梦啊 但是如果你通过Ebay的话 走了这一套服务流程 整个包括物流啊等等 都是Ebay在负责的 所以基本上是完全可以保证这张卡片的真实性 那其实最关键点的 最关键的这个事情都已经出来了 那还有点 总会有意外出生的嘛 你要收藏每个一般消费服务 我这个杯子就一毛钱 烂了就烂了 但是这个杯子如果是一个孤品 是那个John Lennon 当年喝过水的 我的天哪 他就是一个艺术品了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 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对 叫做Ebay保险库 就是Ebay Vault 就是听上去就是一个很安全的产品 就是一个库 对 如果这个东西价值很高 不管什么样的收藏品 价值很高 你很担心它 你都可以把它存放在Ebay的保险库里面 不用经过我们可能买家或者是卖家 不是那么信任的这些环节 就是这样可以达到我们三方 就是平台买家和卖家 都能够有一个安全的体验 首先用户就已经在进化了 产品也在变化 收藏品本身的价值高 然后还可以去做这个数据的挖掘 产品的快速上架 然后我们完整的物流 还有这个scanning 还有这个保险库 还有哪些我没想到的吗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不断的开发 我刚才提到的都是一些 我们所说的革命性的 那后面其实还会有 不断的有新的东西来上线 比如说我们有各种各样推广的活动 包括我们中国地区 也会有帮助卖家 不同的政策性的推广 那这些也会针对收藏品的卖家 进行不断的设计和优化 我有个很重要问题 首先收藏品本身它其实 我刚才我们跟另外一个 我们的收藏品的这个卖家AK 废材 废材猫聊的时候 我们聊到一个工序的问题 然后也聊到说 他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 这个产品 以及这个市场 那其实一辈有什么东西 能帮一些新入场的朋友 更好地学习吗 因为这个事情 其实我真的两眼一蒙 然后进来就能说 莫菲你看就我 我又出事了 又出问题了 一千加万人次阅读 八百加万字 一千加多篇的智库洞察 四百加七五百加小时 四百加万字播放的视频案例 国内外原创跨境案例解读 近在跨境电商案例 商机智库阿米跨境 四百加万字播放的视频案例